字幕提供 各位好,現在我們來聊聊 什麼叫滲透測試 滲透測試的部分是 模擬駭客的行為 然後以適當的工具 進行這個 類似系統入侵的行為 用這樣的方式來 找出我們系統裡面的 一些漏洞 重點在於說 透過駭客使用的手法 掀起發現 這個系統可能存在的漏洞 然後進行修補 所以我們在這邊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我們要找到 有能力可以像駭客這麼厲害的人 來做這樣的行為 所以滲透測試 的目的是要發現系統的漏洞 然後可以當作修復的 參考依據 滲透測試 可以讓公司知道 網站或者系統的一些弱點 然後可以做 事先的防範跟修補 好那滲透測試 順利通過測試的站台 不一定代表就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 自然的漏洞 是一直在 演變 所以有時候會有新的漏洞出現 所以呢 你現在測試OK不代表就沒有問題 那各位可以去想像 假設你 你做了一個新的門 然後呢請鎖匠幫你開門看看 你要測試它的安全度 那你請來的 這個鎖匠呢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 那不代表說 這個沒有請來的這些鎖匠呢 也打不開 所以這個 各位要了解 做完滲透測試不代表一定 你的系統就沒有問題 所以它的重點是 滲透測試的手法 不斷的推陳出現 滲透測試的幾個種類 有三種 一個是黑箱 一個是白箱 一個是灰箱 那黑箱 各位可以理解到就是說 在 受測方 那公司這邊呢 它只有告訴你說 它的這個站台的名稱而已 其他資訊都沒有 那就 就 鎖客自己本身要去處理它 把所有資訊收集來 那這種方式呢 是最接近 我們講說 黑帽鎖客的一種做法 因為你的網站暴露在外 所以其他的 這個 鎖客呢 黑帽鎖客也是 只知道 你的站台的資訊 那其他呢 就是自己要想辦法去收集 所以黑箱測試呢 是 比較接近 黑帽鎖客的攻擊手法 那這樣子的 結果呢 也可以讓公司有些參考 那白箱測試呢 基本上就是盡量把 這個 相關資訊呢 提供給 施測方 就是白帽鎖客 然後白帽鎖客呢 它就會 以拿到的這些資訊呢 用盡各種辦法呢 試著去找找看 你的系統漏洞 那這樣子的作用呢 是在考驗系統安全防護的這個能力 那灰箱測試的部分呢 就介於 黑箱跟白箱之間 所以呢 它有一部分的資料 它是知道的 有一部分資訊是不知道的 比如說這個公司的某一個系統呢 它是委外開發的 那委外開發的這個開發商呢 它並沒有提供你 這個詳細的資訊 它就只有給你一個系統 以及操作手法 操作手冊 所以你也不知道 裡面是怎麼設計的 所以能夠提供的資訊呢 是比較有限的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那 它是屬於一種 介於黑箱跟白箱 那不管哪一種情況呢 這個 鎖客呢 不管白帽黑帽 都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資料的收集 它收集到資訊之後 它才會去 把各個資訊呢 進行這個 利用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滲透測試的步驟 那 根據 美國的這個 NIST 這是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 它所做的這個文件 800之42號文件 的定義 那滲透測試它有四個階段 第一個呢 是計畫的階段 再來是發掘 然後攻擊 最後是做成報告 所以看流程圖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出來 先規劃 那這個規劃的意思是說 這個白帽駭客 跟這個廠商 公司這一端 先討論一下 你要在 什麼樣的情況 進行測試 然後呢 雙方的權利義務 定義清楚 然後 施測時間 規範 還有目標 講清楚之後 簽完合約才開始 計畫完之後的第一個動作呢 是 做 實際的測試 然後收集資料 探索 然後把 相關的資訊呢 尋找出來 那為什麼要尋找資訊呢 就是 你在模擬 駭客 入侵的這個過程呢 首先你要知道 駭客會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找找看這個站台 或是這個Domain Name 底下有沒有 相對應的一些 服務呢 在同一台主機上運行 簡單來講 就是 假設我同一台主機上面 有沒有Server 又有 這個FTP Server 然後又有這個Web Server 好 那我在攻擊的時候 也許 我不記得單純 只從Web Server的角度去看 我如果發現說 你這台 主機 同時還有其他的服務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從 其他的服務的角度 去測試你的弱點 甚至進行入侵 所以他要做這個掃描端口 你有哪些服務被打開了 就會做這樣的測試 資料的蒐集 蒐集完 有這些資訊之後 我們再利用所 蒐集到這些 資訊呢 做攻擊 開始進行攻擊 那在攻擊的時候 黑帽駭客 基本上就是會 植入這個木馬 或者是一些後門 讓資料呢 可以被他帶出去 然後甚至他有時候 可以進來逛逛 這是黑帽駭客做的 但是如果是白帽駭客 在進行滲透測試的時候 不會做這些動作 他只要能夠進去 看得到裡面的內容 之後呢 他會放一個標籤在裡面 那這個標籤 之所以放進去的作用 是要讓這個公司這一端 明確知道說 的確你是透過這樣的管道 已經進入到系統 那我也看得到那個標籤 代表說你這個真的是 漏洞是存在的 這是一個必須要做的事情 所以在攻擊的時候呢 他會利用所收集到的 收集到的這個資訊呢 進行攻擊 然後攻擊完之後 他要整理成報告 那這個報告要寫得非常非常詳細 比如說他使用什麼的手法 到使用了哪一些套件 使用哪些腳本 做什麼樣的攻擊 然後呢 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得到什麼樣的回應 然後讓公司知道 那公司看到這些報告的時候 他才知道說 原來你這邊是透過什麼的管道 入侵到系統裡面 所以他要去 把這個管道上面 所有相關的套件 然後或者是一些 元件呢 要更新的更新 要提升的提升 然後呢 要寫patch的去寫patch 然後讓系統更完整 所以這就是 滲透測試的目的 所以這個滲透測試 通常呢 會做前後測 前後測的意思就是說 一開始我們計畫執行的時候 會先 跑一次 對不對 讓這個 公司知道說 有這些漏洞存在 然後公司會開始做後續的這個 修補 按照公司的這個 需求 來做修補的動作 修補完之後呢 會再請 這些白貓駭客呢 再做所謂的後測 那後測呢一樣做同樣的事情 再掃描一次 再攻擊一次 然後看 原先存在的點 是不是呢 已經都完成修復 不會被入侵了 不過這邊也要說明一下 就是 後測呢 有時候也會發現 新的這個漏洞 那新的漏洞 就看公司 要怎麼樣去修補啦 所以原則上就是 會進行 一個回合 就是前後測結束這樣子 好那滲透測試 常用的技術 有這些 那 會先偵測一下 看 這個公司站台的資訊 利用一些工具來收集 包括主機的資料啊 作業系統啊 還有它的版本啊 然後做偵測 然後呢 利用已經公開的資訊呢 做收集 比如說各位 可以從Google去查 或者是用護衣室 總之 你有各種工具 都可以去查查看它 相關資訊 然後呢 可以去找出 它可能在 企業內部 主機實體的部署情況 然後呢 它這時候呢 其實是沒有 跟主機做接觸 它單純就是從 外界 你所公開的資訊呢 做收集 另外一個呢 是主動收集的部分 那它就是會去收集到 就是對 主機做掃描 那這用軟體來 測試 用工具來測試 去掃描 比如說 你的主機的所有的Po 然後 對應到的這個Po 它的服務是什麼 就可以做這樣的一個 探測 然後再來就是竊聽 竊聽 竊聽就是利用工具 能對風包做分析 那 希望能夠竊取到 主機的一些影視資訊 那這個各位 可能會知道的 有幾個做法 就是說 我可以用風包分析器 像這個Wireshark Wireshark 它就可以 加 擷取風包之後呢 我可以做進一步的這個分析 那再來就是社交工程的部分 社交工程呢 它是利用人性的弱點 然後呢 這個 假裝 它是你認識的人 跟你套用 套出你的帳號密碼 這是一個 那另外呢 也有就是 透過某些方式 比如說我傳這個 假的email給 公司的人 那公司的人呢 收到email的時候 去點開 這個 電子郵件裡面的附帶檔 然後就植入木碼 甚至呢 開啟後門 那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小的這個script呢 就可以做資料的竊取 或者是入侵電腦的一個目的 所以社交工程呢 往往就是建議我們 這個來路不明的信呢 不要開 email不要開 然後附屬檔案 也不要去點 然後掉在地上的這個 USB的行動碟呢 也不要貪小便宜 就剪了它 這都是有風險的 好 再來呢 是 弱點掃描的部分 因為 我們都知道 很多軟體呢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紛紛就會被 呃 標註出來說有存在什麼樣的漏洞 所以 弱點掃描呢 基本上就是對主機呢 做掃描 然後呢 它會去尋找看看 你現在所用的作業系統 裡面的這些版本 它的漏洞 你是不是有做修補 那或者是 比如說Linux來講 好了 它有時候修補漏洞呢 它是 把這個軟體呢 更新掉 所以它更新完之後 會有個版本資訊 所以測試完之後 它會發現你的版本資訊是 目前風險比較大的 它就會提醒你 應該要去更新版本 然後呢 這個 掃描完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報告 然後你在按照這個 報告的部分呢 進行攻擊 當然一般企業平時也會做弱少 所以弱少跟滲透測試兩個呢 基本上是 目前 在國內 比較有這個 常做的這個資安的一些操作 好 那我們從資料搜集 我們剛剛看到滲透測試裡面 四個階段 那除了 這個規劃 計畫的部分 我們 在這邊就不再多做說明 因為那個每一家公司在做 這個計畫 設定的時候呢 是有不一樣的一個思維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不探討 那我們來看一下資訊收集 資訊收集呢 分兩大部分 一個是被動式的資訊收集 另外一個是主動式的資訊收集 那被動式的資訊收集 是代表說我從周遭資訊呢 去 針對 目標主機 或者是裝置呢 去查詢看看它的弱點 那有一些呢 那是從公開的這個情資去搜尋 比如說 用搜尋引擎 還有公司都要公布的資訊 來搜尋看看 有哪些呢 是 可以用的資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呢 我們 這邊有幾個 可以利用的工具 我們看一下 好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NS Lookup 這個之前已經跟各位介紹過了 被動式收集 被動式收集的部分呢 有這些工具 NS Lookup 然後 然後呢 這個 庫存頁面的部分 還有Google Hacking Google Hacking的內容其實還蠻多的 好那 主動式收集呢 利用工具進行掃描 探測 所以呢 比如說Nmap 或者是 Nexus 這些都是弱少的一些 Nmap呢 比較陽春 Nexus是比較 精細啦 那未來我們會告訴各位怎麼去用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 NS Lookup NS Lookup在 微軟 還有Linux跟Mac上都有 他就直接用了 不用另外裝 好那直接查詢的方式 就NS Lookup 然後後面就是擋 這個 名字 名字 就是網域名字 好那這邊跟各位介紹一個 我們叫做受測的這個站台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IBM所提供的 這個受測站台 讓大家可以去測試它的安全度 IBM原本是要提供給自家產品的 資安產品的這個測試 所以有建議一個這樣的站台 好那網 網址名字呢 是demo.testfile.net 這個站 它是有一些漏洞存在 那各位可以去 針對它做掃描做測試 假設你 沒有測試的對象的話 可以找這個來測試 好那NS Lookup的作用 我們開咖哩來看 我們先用微軟的 那你就打NS Lookup 好那後面呢 你可以直接打名字 比如說我們這個的站台呢 是 你知道它網域名 但是不知道它的 domain name 那你可以NS Lookup 然後打demo.testfile.net ok那它就可以查到它的主機名字是 這是 domain 這個我們叫DNS Server 好 它的address呢 是 65.61.137.117 好那它還有另外一個模式 叫做互動式模式 互動式模式就是你直接打NS Lookup 然後後面可以做一些 你想要做什麼持續再去輸入就好 比如說 我打NS Lookup Enter 好那它現在就出現一個大語 讓你輸入其他的設定 比如說 我現在要查 我們要把server 我們現在的domain name server domain name server要改成這個 8.8.8 所以我就打server 然後4個8 這樣子 好那它就會把這個domain name server 改成8.8.8.8 這樣子 好這時候呢 我們再去測 假設我要測的一樣是demo 點什麼 test file 點net 它就是透過這個主機去回 那我們可以再測試其他人 比如說 triplew.roi. 這個是 內政部吧 應該是 點進這邊 好那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這個address 上面這個是IPv6的 底下呢是IPv4 這樣子你就可以去查它 好那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去設定 好這邊有很多其他的參數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好那你可以去設定它的這個server name 好然後root 好 好 然後呢可以設定它的這個查詢的這個type是什麼 這個x呢是代表後面有這幾個參數可以變 比如說你是a 或者是cname 或者是mx mx針對電子郵件 ns代表那個name server 還有一些其他的設定 好還有一些其他的設定 那any的話大概就是所有的req都有 那我們來試一下 好那假設呢 我現在打 set type 等於any OK 好那我一樣是針對這個demo 點什麼 moi.demo.test file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的資訊呢是 就是 比較有限 那我們看其他的站台會不會比較多一點 好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資訊稍微多 多一點 來 他兩個齁 這internet address是這個 然後ipv6的adress是這個 好所以呢你把這個type呢都打開的話 就有這些資訊可以 有比較多的資訊可以看 那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設定什麼debug 設定debug的模式 那他的資訊就會更豐富 set debug ok 然後呢我們一樣去 針對 hinet 有沒有 他的資訊就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駭客在收集資訊的時候呢 希望看到的是更多資訊 那各位在使用的時候呢 你可以從收集的資訊 去了解一些東西 answer 有沒有 question 去www.hinet.net type 是any 然後class是ion 然後他的answer是 hi-net 那信念是這個 那他的回傳時間 time to leave的時間 就這樣子 所以呢 你觀察一下這些資訊 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站台的一些 詳細資訊 好 那這是比較陽春的nslookup的一個做法 然後可以去查一些資訊 那如果要離開剛剛的這個互動模式的話 就打EXIT就可以了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我們nslookup 剛剛的範例的截圖 就可以這樣子去查 你如果要改變nameserver的話 可以從這邊去查 這樣子 好 那另外一個是你可以設定 他的查詢模式是透過 去查詢他的ns set a query 等於ns 然後針對 這樣子 好 那他的資訊呢 會比較多一點 這個主要的名字呢 是ns.mi 然後呢 mail address 是這個ns1.mi 然後呢 他的序號 這是 在他的這個 DNS Server上面 設定的這個序號 OK 好 那他的 各位如果說 未來有學到DNS設定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有這些序號 那他的建構時間 我們大概可以看出來 2020年3月31號 所以才 更新過的一個設定 好 這是nslookup 好 那你查到這個 比如說你剛剛已經查到IP了 那你現在要查這個whois 好 那 你要查查看他是誰註冊的 好 carlyns裡面這邊就有whois 所以 可以 好 各位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裡面也是有nslookup 好 那做法跟剛剛差不多 齁 好 那他用的 預設的 nameserver 是 google的這個 8.8.8 好 然後離開的話 打EXIT 好 再來我們要測試的是whois 因為我們剛剛查 打 攻擊IP的 所以nslookup 然後呢 這個 www. 好 他的IP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whois的使用 好 比如說whois 我們打www.sia.edu.tw 好 那他就可以去查到 他這是由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mputer Center 就是 教育電腦中心 教育電腦中心 好 然後呢 在 地址在這邊 然後他是 中華民國 然後呢 domainnames.edu.tw 那 聯繫呢 是tarnet 台灣學術網路 管理員 是這一個 好 那電話是在這邊 所以whois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子去查 在 不同的資料庫 不同的環境底下 他對應到的資料庫 不太一樣 那我現在 在Carly Linux 所使用的版本 他是有限制的 所以你會發現 我如果說 是用剛剛 同一篇上的 我用whois 然後針對這個 www. moi.gov.tw 他會查不到資料 因為資料庫呢 是 比較少 這邊使用的是這一套 好 所以他對應到資料庫 比較少 所以那各位 只要用whois 就可以去查 那 你就可以查到一些資訊 那他也有這個網 網頁版的 然後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說 我們用google去查 比如說我要查 whois 好 那 各位就可以看到 這邊有很多的站台 有這樣的功能 找一個我覺得還不錯用的 好像這個就還不錯了 好 你就可以去查 好 你可以輸入一個domain name 或者是IP都可以 好 所以我們 測試了 www.dm 這樣子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相關資訊 他有這個 這個狀態 register state 就是他 是不是可用的 好 那tekn代表他已經被用了 那 他的主機伺服器 就是網域名 DNS server 是ns.moi 這個 好 然後呢 他的IP位置 是這個 IP位置 是這個 然後呢 他的location在哪裡 location在這個 台北 然後呢 他什麼時候註冊 1996年7月9號 就已經註冊了 OK 然後呢 hosting history 就是他 喔 誰擁有他的歷史資訊 曾經被哪一些人買過 然後website title 這是 內政部的 這樣子 然後service 他的server type 是 喔 IIS 然後 200代表成功 然後 OK 所以底下呢 有一些資訊 你就可以去查 好 那底下 有一些資訊 就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那用這種方式呢 來查詢 甚至呢 你還有一些站台 他有提供 這個 查詢whois之外 他還有這個 地理位置的地圖 你可以去查一下 那這邊呢 這個站台呢 他資訊整理的 比較詳細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這就是透過 這個whois 可以去查 假設今天 場上他只有告訴你說 這個 站台資訊 那你可能要去查一下 他是 哪個註冊商 在哪裡註冊 他的一些詳細資訊 甚至呢 包括地理位置 這些都是可以去 收集的 資料之一 好 剛剛講到 這是whois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是庫存頁面 那這個網站呢 還蠻不錯的 各位可以去試一下 好 好 很特別啊 在Carly Linux底下可以 但是在 呃 剛剛的 微軟底下的網頁 卻開不起來 好 不管 那我們來從這邊 可以看出來 他這邊修改的 次數 在什麼時候分佈 那這個資訊是做什麼呢 這個資訊就是說 你可以去找找看舊的網頁上面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好 各位從這些資訊上面 可以看出來 他的修改的歷史資訊 那好處是說 這個 你看他的這個軌跡 那另外一個用意是說 因為網頁在修改的時候 各位如果有寫過網頁 大概都有概念就是說 網頁如果我被人家指出來 哪裡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既然這邊有問題 那我就把連結拿掉就好了 這最省事嘛 因為沒有連結 人家就不會去點他 就不會有被入侵的這個疑慮 這是 從Programmer的角度去思考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去看歷史軌跡 裡面發現 在舊網頁上面裡面的一些內容呢 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去 做分析 然後做一些其他的這個測試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說 我會把它拿來跟現在的網頁做比對 如果那個東西 我覺得是問題的地方還在的話 那我們在做測試的時候 也是把它拿出來 當作這個提醒公司 這個 在什麼時候呢 你的網頁裡面存在一個這樣的問題 那現在來看還是問題是存在的 就可以提醒公司要去做修正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是這個庫存頁面的地方 那庫存頁面你就可以去點 比如說我點217 那這個藍色點就是改的量比較大的 有藍色點就是有修改的 有更新的 那你就可以去點它 好點點下來之後它會有列表 那你可以去看你哪個時間點 那你把它點開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舊頁面 然後去資料庫把那個頁面抓出來給你看 好那抓出來看之後呢 假設你想要去 這是舊頁面的部分 好那這個你可以看到它是從上面來看的 好那各位可以在這邊呢 假設這個滲透測試的 滲透測試的執行人呢 他就可以去檢視原始碼 然後去分析這個頁面上是不是有漏洞存在 用這種方式去收集一些相關的資訊 好所以這個庫存頁面呢 是一個滲透測試的時候會去操作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在Google的時候呢 比如說我們來查某個網站 比如說我們查這個 Test File 好那各位在查詢之後呢 你可以這邊可以點開 它有個Catch的 或者是各位用中文介面 它叫庫存頁面 好那就點開 那就可以看到它上一次儲存的庫存頁面 所以有些網頁它可能不存在了 可是呢你去點上面的連結庫存頁面呢 你還是可以看到一些 它曾經被Google所 庫存下來的頁面 也是可以去找 所以Google本身就有 只是不像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 Archive的這個 WebArchive.org的這個站台 資訊這麼豐富 它從你什麼時候建立一直到 這個過程 它 你修改了哪幾個版本 它都有記錄 所以這個工具呢其實還蠻不錯用的 好那這是庫存頁面的部分 那Google Hacking的部分呢 內容比較多 那我們改天再去講它 那我們來看一下主動式資訊收集 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咖...咖... 我們把這個... 這台肉機 我們的MetaSplorable 好各位其實Login這個開機之後 你會看到這邊就有一些資訊 我們登錄是... 這樣子 然後密碼也是一樣 好我們先看一下它的IP 10.20.18.6 好 那我們在Curry裡面 好 那我們可以下一些指令來使用 比如說我們用這個 M 各位其實在這邊 它...其實M Map它有很多版本 這個呢 是圖形... 這是文字介面底下的 那它有一些介紹跟說明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參數 還蠻多的 或者是在... 微軟底下 微軟底下應該也可以安裝一個叫ZMap 如果你沒有的話可以上網去搜尋 好...那這Map呢 各位到這邊來可以下載 For Windows For Windows DOWNLOAD DOWNLOAD 好...DOWNLOAD底下 你就可以看到 Microsoft的Windows這邊 那Map7.8 這個 好...那你就可以下載下來 再去安裝它 那安裝的好...的作用是說 它有一個介面啦 它還蠻好... 蠻好打...蠻好用的 蠻方便使用 好...那就是把它安裝起來 好...那在這個... CALID裡面啊... 你也可以直接打... NMAP 然後直接打主機 比如說我們剛剛是 10.20.18.6 好...它就測出你有哪一些POR 有開 那當然你要更詳細資訊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NMAP 好...減減HELP 你就可以看到裡面有一些參數可以去使用 好...那各位不知道怎麼使用也有個做法 你就可以開瀏覽器 游覽器的時候呢 你可以下指令去...下關鍵字去查詢 比如說NMAP 好...用教學 然後呢...這邊各位可以看到一些... 這個...教學的網站 那它有一些工具 各位可以去試 好...那我們測試的對象 以剛剛的肉機來當作測試的對象 這邊有告訴你怎麼安裝 然後主機搜尋 掃描的部分 把它放大一點 所以掃描...輸出是這樣子 那可以直接打IP 那...減V的話 會更詳細 我們來看一下 NMAP NMAP 然後呢...減V 剛剛的10.20.18.6 好...那它就更詳細 它發現有這些POL 1...1...2...2...2...3...5...3... 好...然後這邊有開 然後呢...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有一個整理 這個整理就是這一號... 21號POL呢...它對應到是什麼服務 在畫面 然後6000呢...是X11 好...這樣子 好...那再來我們看還有什麼其他的參數可以去使用 因為這些網站它用的都是一些以範例為主的方式去介紹 因為你光看參數這樣一路下來 你...比較難明確知道說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該搭配哪一些參數的使用 好...那...這邊有多台主機 就是直接列在後面就可以了 好...那也可以用網段的方式 然後呢...這個是...這個...指網域去搜尋 好...那你也可以用一個檔案列表 列進去呢...然後這個... -L...IL 然後把那個檔位進來 那它就是按照你檔案上面的列表呢...去... 把這些主機呢...做測試 好...那...也可以做什麼... -A 可以去偵測作為系統的版本 -A...然後針對10.20.18.6 好...經過一段時間的... 查詢呢...相關資訊就在這邊 蠻詳細的 好...那...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有這些Port 那它的作業系統 在上面 OK HOST is up 然後呢...這個Port跟Service 這邊...有...一路下來 好...那各位如果說覺得這樣不好看 各位應該也記得我們... 上課有講過 你可以把它導到某一個檔案裡面去 這樣 好...那它就是查詢完之後 會放到一個檔案 那你再去檔案裡面慢慢看 然後分析它 好...那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HOST它的這個作業系統版本 是Unitlike的 然後呢...這個...相關資訊在這邊 然後...8080... 8009... TCP OPEN APA 7 J Server Protocol V1.3 所以它這邊可以看到版本 好...那各位呢... 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偵測一下 你的這個網站 OK...好...那以上是簡單的介紹 後續我們會... 陸陸續續去介紹一些在... 滲透測試所會用到的一些軟體 那...跟各位一一的介紹 那各位可以... 找一個虛擬機 自己加來玩玩看 測試看看 這樣呢會比較... 有一些結果 比較方便 好...以上提供給各位參考 謝謝